扎连斯基也挺麻烦 为什么这么说呢 俄乌战士爆发 主要原因就是北约不断东抗 抗到去乌克兰 一直都说要将乌克兰加入北约 从而激怒了俄罗斯 因为乌克兰在俄罗斯的西部边境接约 如果乌克兰加入了北约 对俄罗斯的威胁相当大 到时候北约可以名正言顺 在乌克兰部署重型武器 随时可以向俄罗斯攻击 这就是俄乌战士爆发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 一直都没有提到 如果乌克兰如果加日北约 会有什么条件 所以近日扎连斯基又旧次重提 是否应该加快程序 令到乌克兰可以真的加日北约 因为其实现在一直都在说 俄乌有没有机会去和平谈判 一直大家都有条件 谈不谈的 你一听这条件就谈不谈 譬如俄罗斯普京都说明了 我现在占领了乌克兰东部的地区 例如顿灭池克、劳金斯克 或者是很久之前占领的克里米亚 这些地方大概是占乌克兰的土地 总共是三分一到四分一之间 还有哈尔科夫、扎波罗热等等 即是说如果普京说到明白 如果我们真的要和谈 这些土地你苦衡难首先要放弃 其实一谈到这一点 赞连斯基已经说没得谈 你要我放弃了这些土地 等于是叛国 要这样的条件之下 才有机会谈和谈 其实是很难的 但问题呢 现在呢 西方国家 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加上北约一阵的欧洲国家 对于澳湖战事是否继续下去 都好像是有些不同的意见 那美国当然是想继续下去 因为美国是最大利益者 就是昨天都说过北纪管道 怀疑是被某个国家炸了 炸了之后呢 美国就可以以市场价格三至四倍的价钱 就供应欧洲液化天然气 每年可能是获利是以千亿美元计的 这个是相当大的生意 那另外美国的武器 又可以不停地去卖给欧洲 然后就由欧洲去支援送去河南 或者美国直接卖给河南都可以 那总之在美国在军火和液化天然气的生意 旁大到它想继续下去 但是欧洲很多国家开始有不同的意见 究竟是否重要 你美国就出声 结果欧洲主要是出手 但是结果就被你美国拖累 最大利益者呢 就是你美国 而欧洲是没有好处的 欧洲的能源呢 价格上升了 将欧洲的竞争力 出口等的竞争力 产品竞争力呢 全部是令到是推低了 这个竞争力 令到欧洲的经济 或者是通胀 通胀高企 经济 这个进展 停滞不前 甚至乎也是受到乌克兰的农产品输入的影响 令到欧洲的农民 就是那个农产品的价格 就推低了 那很多问题产生了 那所以现在欧洲 为什么会是 就是最近的欧洲议会选举呢 左翼就失势 右翼 极右翼的党派就得势 因为极右翼党派呢 基本上就是一个保护主义 比较大的 保护主义 主要是包括 比如呢 比如呢 移民政策方面 就是极右翼的政党 对移民政策 基本上是很反对的 主要是想保障自己本身的国家利益 那这个发展形势到了现在呢 就是很正常的 就是说呢 其实会不会 北约里面的欧洲国家都开始造反了 看到整个形势 不想再给你美国找笨了 那所以近日呢 就发生什么事呢 当扎连斯基就说 旧事重提 喂 我们真的要谈谈 乌克兰 如何直接加入北约 才可以 反正俄乌 和平谈判都不会继续的 应该很难可以开始 好了 好了 是可以立即加入北约 以前好像没有提过的 一直都在说 乌克兰是可以加入北约的 不过俄罗斯是不同意 所以又发动了和会战事 为什么突然间会说 就是由英国的媒体报道出来呢 就说 你乌克兰太腐败了 所以呢 接下来7月9日 有个北约峰会 将会在华盛顿举行 估计呢 这个报道就是说 当时呢 大概是7月9日 即是5日之后 5日之后呢 乌克兰将会被通知 通知什么呢 就说他现在 你乌克兰这个政府 太过腐败了 所以呢 这个不是很适合 加入北约 那你要做什么呢 这个每日 电讯报就报道了 他说呢 一名美国国务院的高级官员 他没有说名 没有说名 不知谁说 总之一个美国的高级 国务院高级官员就说 在乌克兰加入北约问题 谈判取得进展之前呢 北约将会要求 积附采取额外措施 尤其是反腐败方面 那这个报道提到呢 这一位 这个立场呢 将以书面形式 再入北约公布 这个公布呢 将会在7月9日 在华盛顿举行的 北约峰会上面呢 是签署 八子黑字 写到明了 写到明了 乌克兰你要改善你国内的贪污腐败程度 然后才有机会加入北约 那我们马上会想到 乌克兰究竟如何腐败呢 大家都知道了 西方国家的军事支援 或者钱的支援 我先讲军事支援先吧 军事支援武器 去到乌克兰基库之后呢 究竟最后有多少派到这些武器 是用得着 放在前线的呢 现在讲的是 可能只有三分一 甚至四分之一 那就是说 有三分之二 或者四分之三呢 就被基库政府 乌克兰政府里面的贪官 就施吞 施吞了之后呢 然后就放在互联网上面 国际市场呢 或者是放在黑市市场那里呢 就可以售卖 这些西方的武器 当然以一个比较低的价钱 卖出去啦 那但是就算是低的价钱 都是在讲的 因为现在譬如说 好战士呢 西方支援乌克兰呢 那个金额呢 那个武器的金额 是说的是几百亿美元 那你扣了 你扣起了三分之二 就是可能是扣起了 比如举个例子 可能是三百亿四百亿美元的武器 那如果你在市国际市场 在黑市市场 半价卖出去 那你都说的是 一百五十亿美元 的一个生意额 那就是说呢 基库的贪官 就是乌克兰的贪官呢 他通过买这些 就是黑市市场 买这些西方武器呢 就可以获利是 一百五十亿美元 这个差不多的数字 就是大概 估计而已 那你想一想 究竟整个俄乌战士 最大得益者 除了是美国之外 就不是欧洲 是乌克兰本身的贪官 他们就可以控制到 就是说他们收了西方的武器支援 究竟有多少摆到前线 用得着呢 其实不摆都没有人知道的 你可以说 我全部送到前线 用完了 不过那些士兵又死了 那些武器又被俄罗斯打烂了 那些武器又被俄罗斯打烂了 美国被我的坦克 没用了 在草原里 完全是暴露了那个位置 被俄罗斯一个无人机炸弹 就炸烂了 你看看 看到吗 相片都出来了 现在就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跟着乌克兰就说 其实你们给了武器我们 你应该给了防空系统我们 你给了武器我们 又不给防空系统 当然是给俄罗斯炸了 那接着美国就说 喂 你要求我给20个防空系统 我只可以给你3个 因为如果我真的给了20个 我美国都生产不了 那大家互相指责 但是最终目的就是掩饰什么呢 掩饰乌克兰基护政府那些贪官 如何撕吞了武器 然后卖去黑市市场 而你估计 我估计这个纯粹数字 是起码百几 150亿美元 座底都没什么税的 这个数字 那你想想 原来那个国家打仗的时候 那班这样的官员 就是中饱私囊 因此可以值此 值此这个打仗 就可以获利150亿美元 那然后呢 这班贪官呢 就可能是 将那些钱 运回到外国 买房地产 或者是怎么摆入一些秘密户口 然后可能这些乌克兰官员 已经安排了他的家人 全部已经移民了 走了 那你都联想到 这些事一定是 类似的事件 一定会一连串地发生 那所以这个整个战事呢 就是最惨的最后就是 害到的是什么人呢 就是当然乌尔兰的普通的市民 或者被逼 恐上前线送死的士兵 那另一个最大的受害者呢 就是欧洲本身 被美国割韭菜 接着就不稀本 被某个国家炸了 接着就 还要不敢出声 欧洲 还要不敢出声 就是丹麦 瑞典都不敢出声 德国也不敢出声 是不是还是继续这样下去呢 整个局 都告诉你 美国最好处 乌尔兰的贪官最好处 但是欧洲就最不处处 乌尔兰的市民最不处处 是不是可以任它继续下去呢 如果从最近的 英国每日电讯报的报导 可能开始有些改变 它竟然报导是美国国务院高官 都表态认为 乌尔兰是不适合加入北约 我暂时 因为需要採取额外措施才行 乌尔兰要怎样做呢 就是要在反腐败领域 要做多些事情 才会考虑被乌尔兰入北约 这个都挺有趣的 英国媒体报导呢 我也不觉得奇怪 但是他报导一个美国的国务院高官 都这样说呢 就开始有些觉得奇怪 会不会连美国都觉得 其实他在欧洲 国务赛呢 都已经觉得七七八八了 那个收益已经相当不错了 是不是 似乎 是不是不再需要 俄乌战士拖下去呢 那当然了 还有美国大选这个因素 如果特朗普现在的声势这么厉害 他都说明了 他说11月如果上场之后 第二天就会结束俄乌尔兰兰 那是不是代表其实美国态度呢 都可能有些改变了 就是如果预了特朗普赢的话 俄乌战士可能真的会结束了 到时乌克兰这个戏子 真是演戏的戏子 以及被放弃的戏子 和被放弃的戏子 雙重身份 既是戏子 做戏的戏子 又是被放弃的戏子 那怎么收科呢 如果从这个The Telegraph 这个报导 我们开始看到些端倪 可能乌克兰这个战士 是向这个 结束的方面是埋进 每日电讯部Telegraph也报导 这位美国国防部官员 就透露了 北约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一份 改革的清单 要求他实现一些改革 那就是 他就说 这个是北约一直都在做的事 希望可以帮助乌克兰 更接近加入北约 说得好听些 说得好听就是这样 但实际上就是 你指出乌克兰的贪污腐败 要他改善 真的不用想了 那些贪官 这么丰厚的利润 他怎么会退缩呢 好了 看看乌克兰的传媒怎么说呢 乌克兰的真理报 就早前是报导过 他说其实呢 拜登呢 就是 曾经说过 他说呢 他是不 被支持乌克兰的不弱化 他说呢 拜登在时代集资上面呢 就报导 这个访问中报导过 拜登他回忆起 他在担任美国参议员 和副总统的时候呢 曾经访问乌克兰 拜登就说了 他当时呢 是参议员和副总统 他在乌克兰呢 留了一个月 那里的腐败问题相当严重 当时的情况呢 是非常困难 无端端提回拜登 是以前做参议员 以及以前做副总统的时候 乌克兰的腐败情况 那这个在时代集资上面呢 报导过 那也都可以显示出呢 咦 可能美国呢 静静地呢 就是已经在部署着 究竟是 怎样结束这个卧会战事了 修够丑都不定了 那就 乌克兰的真理报也都报导呢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呢 之前是声称呢 在7月份 在华盛顿举行的 北约峰会即7月9号呢 应该成为 乌克兰加日北约 搭建桥梁的机会 布林肯呢 都还是说一些正面的事情 但是呢 其实呢 如果看回近期 这个英国媒体报导 就不是了 布林肯所说的事情 和现在似乎 美国有些人想想想的事情 或者欧洲想想想的事情 有些不同了 那事实上在5月底 美国常驻北约代表 朱利安娜史密斯呢 就表示 在未来的 华盛顿举行 7月9日的北约峰会 对于有关 乌克兰加日北约的前景 将会呢 有一些是 那个措辞 将会有一些修改 有一些重要修改 那 北约国家已经同意 有必要呢 就乌克兰加日北约 发出某种政治讯号 那其实5月底的时候呢 美国常驻北约代表呢 已经说了这些事情 那现在更加清晰了 就是英国媒体报导了 就说你要改善了你 国内的贪污腐败程度 改善了呢 然后才有得谈 淫淫不弱 那即是谈得来都蚊分 谈得来 特朗普11月都上场了 到时可能已经 就说要结束好这件事 到时呢 扎连斯基这个戏子呢 怎样被处理呢 有什么下场呢 我想都是 他都要做好准备才行 难怪他最近呢 立刻就试重提 就说 喂 是不是我们要谈一下 本阿兰要加日北约问题 那样 但是北约的反应呢 似乎就不是他所想 他所愿 这么正面 都要替扎连斯基担心 好 那接着说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一些非常鼓舞的消息 什么消息呢 就是说中国的AI领域发展 发展得很厉害 很厉害 很厉害 7月3日 即是昨天 昨天 有一个报告出来了 这是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报告 WIPO 这个报告呢 这个报告呢 出来了 看看这个图表就清晰了 原来呢 中国呢 就是一个聊天机械人 就是等于是check GPT那类 那类呢 就是check GPT 就是他们所谓呢 是新城市人工智能 新城市人工智能 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输入一些东西 和电脑说了一些东西 和机械人说了一些东西 举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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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关于北约的军事力量 那我说了一句说话 那他就会呢 就做一个报告给我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新城市 AI 即是说AI现在聪明到呢 听完我说一句说话呢 他就会执行我的指令 那就会将现有的信息 那他就会立即是找了 就在互联网上找了 或者他的资料库那里找了 然后呢 就造成一篇文章 里面呢 可能是有分析 有图像 有一些报告 整个报告呢 甚至乎 可能加上一些 一些是影片 一些音乐都不顶 是配合音乐都不顶 总之呢 他做一个详细的presentation 给我 我只要说一句说话 你给一个 北约军事力量报告给我 那他就可能呢 就很快呢 可能是一个小时之内 做好一个报告给我 那这个是一个 所谓新城市的人工智能 那这个是 就是 现在 大家是很 很关心的 CHAT GPT 这个进展 因为如果真的可以 AI 人工智能 可以叻成这样的话呢 将来呢 就会在 我们各方面 人类的生活各方面 包括生命科学 製造业 交通 运输 安全 security 电信方面等等 都是可以应用到的 那所以 现在的新城市AI 就是越来越受欢 受这个重视的 好了 那现在这个 就是 联合国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出了什么报告呢 他就是说 现在这个新城市AI 专利太小的报告来的 有些统计 那就是 由2014 至到2023年 过去那10年 新城市AI 专利申请数量 在全球范围里面 是激增 是超过5万份的申请 那其中 四分一的专利 是在 2023年提出 那就是 其实过去那10年 是发展 但是最快 发展得快 就是其实是 2023年才开始 那这些 今天申请专利的 个案呢 是有5万个个案 那哪个排名第一 哇 厉害了 一看这个图就知道 5万份的申请专利 中国竟然是高达 38,210份 哇 好厉害 就是 占了多少 占了大概是 76% 都是由中国 所发出 这个专利申请 而第二名的美国 只有6,276份 第三名韩国 4,155份 第四名日本 3,409份 然后在印度 1,350份 英国 714份 德国 708份 这些全部国家 加在西方国家 都不够中国多 而如果中国和美国第二位比较 中国足足是美国的多少倍 38,210 除6,200 大概6倍左右 这个数字相当惊人 所以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昨天 发出这个报告 中国在新程式 AI 人工市场方面 发展的势头 是相当好 而这个势头 特别是从2023年开始 是一个非常高的速度去增长 至于中国 究竟是哪些单位 哪些机构 是促成这些这么厉害的增长 38,000多份的申请专利 原来是一堆公司当中 最厉害的是什么 我们看到了 是腾讯 腾讯 2074份 平安保险 1564份 平安保险 平安保险 应该是投资了很多的初创企业 或者Venture Capital 而是那些公司 其实是慢慢壮大 在AI人工智能方面 特别是新程式人工智能方面 发展得很好 将来有机会上市 当然 我们看到原来 哪些企业是很厉害的 恒信 平保 八度 然后先到中国科学院 然后先到美国的IBM 原来美国是IBM最厉害的 新程式人工智能 接着就是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也很厉害 也不差 然后就是韩国 韩国三星 接着就是Alphabet Google的母公司 然后就是中国的自私跳动 然后先到美国的微软 微软排名都相当后 原来微软在人工智能发展 排名落后IBM 那么多 或者也落后Alphabet 落后Google 这个真的不知道 看完这个报告就知道了 看完这个报告就可以看到 新程式AI 已经成为一个 改变游戏规则的技术 有可能改变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生活模式 我们的娱乐方面的模式 这样 那么这个报告呢 将会令到 就是 创新者 研究人员 和其他人 能够教育快速发展 新程式AI的格局 和对世界的影响 就是这个报告 令我们知道 最劲是哪个国家 中国 最劲是哪些企业 原来是腾讯和平保 跟着百度 然后才到中国科学院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真的不要小看腾讯的股票 现在腾讯的股票 就是牛皮 可能前景很大 还有百度也要不要小看 也要留意 平保也不要小看 平保排名第二 阿里巴巴也不要小看 阿里巴巴排名第六 也不差 如果近期来说 香港股市 如果炒AI人工智能概念 就是 比如昨天是雙汤0.20 雙汤有多大的升幅 雙汤就大 但是还是亏损严重的 所以有待 有待 真的是进一步去观察 但是 炒波幅是没问题的 雙汤0.20 另外如果真正是AI概念 而是一个基本因素 就是992 联想集团 高端芯片 981 中芯国际 这些都是有AI的概念 这些股票 都是可以留意的 还有就是刚才我说的 腾讯 百度 平保 和阿里巴巴 如果看股票来说 就是这些股票 再看回这个报告 最后有什么结论呢 针对这个报告 其实现在美国的媒体 都有三月的时候 已经有报导 《纽约时报》三月份 已经有研究指出 中国培养的人才出现弱升 已经超越美国 成为AI人才最大的生产 全世界接近一半的顶尖AI研究人员 都来自中国 只有18%研究人员 来自美国大学 都很厉害 所以现在大家想想想 如果你的小朋友 你的儿子 如果你的儿子很聪明 对AI方面发展很有研究 或者是很想在这方面 读书 读上去 可能不是去美国大学 你可能是要去哪里 可能是要回中国 入清华大学读 做研究 为什么呢 再给大家看一些数字 美国乔治敦大学 这个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 CSET 他有个研究报告 他就说 当今世界超过一半的AI 最热门领域 中国研究是领先美国的 无论是论文的数量 或者引用论文的率 中国的机构都是明列持报 而这个是论文数量 排名前五名都是中国的机构 是什么机构呢 论文方面的数量 第一是中国科学院 另外就是论文数量出的数量多 被引用的数量又多 第一是中国科学院 第二就是去到清华大学 第三才是Google 然后第四就是史丹福大学 第五就是麻省理工 所以头那五个机构 第一和第二个都是中国的 就是中国科学院和清华大学 就是他们的AI研究的论文 数量和被引用的数量 都是明列持报 所以现在如果这样的话 如果你有一个很聪明的子女 想在人工智能方面发展 似乎你第一个要想 就不是进入美国的大学 而是进入中国的清华大学 大家好 巴士迪布除了在YouTube有视频之外 在另一个平台石楼台 都有视频看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内容 如果有关订阅或者使用的问题 欢迎你在香港办公时间 致电3610-3800 或者是发电邮给我们 制作内容需要投入很多的资源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迪布 订阅石楼台 有你的支持 我们才可以继续制作 多谢大家